小时候我的妈妈每到我生日那天都会带我到开园寺来请佛 我们经常拜拜典香 那个气味永远都会在脑袋里面停留 这种印象是小时候很模糊的一个记忆吧 花絮一样的东西串在那边 让我知道说我是一个泉州人 我希望说现在我能够把那个模糊的东西通过一些创作去把它表达出来 就像我现在更生一样又要打破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重现的东西 灯光调整过了它这个会有一个光镜面的一个效果 如果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空间它这个会折射一些颜色上去 小孩的那个青春活力它的那个冲劲打动了我 它好像朝着一个它想要去的方向在奔跑 我希望很多小人在往冰山跑 就不要去害怕它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事情吧 我觉得总是会有解决的办法吧 这个就是更生的意义吧 重生的意思 这就是更生的意义吧 你自己做的 巴斯克吗 你又重新又做雷的啦 卖完就再做一个了 真的吗 这好像挺热烧的 还没怎么推 上次就跟那个 蚂蚁的那个小吴聊了一下 他就说加点酒 然后跟酒馆的那个感觉 他能跟 就是搭点边 酒馆就好像应该开晚上 但是现在感觉 都可以混搭嘛 下午其实西街很多人 所以我们就来说把下午做起来 来西街吧 主要还是学艺术的原因吧 会被这边的一些建筑 传统文化吸引 被街坊邻居 还有一些老店铺 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所感染 也多少都会有带有这种情绪 在开店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这些店好像看上去不太商业 但是它的整个氛围 给人家的感觉是放松的 如果还带有一点理想在那边的 这样的一些小店 我觉得这座城市会更舒服 幸福指数会更高 幸福指数会更高 全周的秋天就是要这样冲一下 就很舒服 晚上我们都会在那边泡泡茶什么的 这个池桃凳冲凉了就很凉快 最早我们的美好生活 是给它翻译成beautiful来 就是美丽的美好的漂亮的 这样的意思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的美好生活 几个朋友在一起喝喝咖啡 有一个小院一起吃吃饭 躺着摇椅看书 听着音乐 然后聊天 就这样一种很自在的一个方式吧 大哥来喝茶呗 有缘有缘 氛围很好 这个院子是里面祖传下来的 是吧 是租的 哦 租的 对 那时候我就是 比较喜欢这种老院子嘛 那我是心里是想着说 要把这种老房子给它修缮起来 就光修 修完了不知道干嘛 我就觉得还是要做点经营性 它才可以维持日常嘛 哎 你错过了一场音乐会 很高级的机会 哈哈 要不要来齐龙眼吗 来吧 坐吧 这也是我们今天客栈的客人 刚住下来 对 梁老师 梁老师做摄影 我也是今天刚来 哦 是吧 不过以前经常来 哦 我第一次到田州 我是 从这边呢 您是来对了 明天可以晚上到我们中山路过去的金鱼巷 那边有一个男鹰的公益的社团 可以到那边去听一下 我去了 跟他们要求 拉上一两时都可以啊 没问题 是啊 你可以过去跟他们玩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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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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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边 那里边 全团包多了 1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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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块 10块 11块 10块 15块 10块 10块 用火煎煎髒斜開啟 你不要了也可惜 這個包裝不重 這是太多了 我現在不會亮 慢慢拿 我會變 來了 我來了 煩你 站起來 你這個時候 你給自己跑的 還是整個人 煮我把時候會幫我溫柔一點 我還好用 突然好絕望 一個人幹不了那麼多事 三個都在 你被假面嗎 馬上 不會騙 拿出來 怎麼會斷 啊 带了一天毛贝 大型装饰 挺酷 我们先拿了两盏书都挂起来了 我找了一个地方 那个国旅 西菜那边他们有大仓库 可以在那边做一个巨型展 赋予一个新的生命 跟我们更生又是一个主题 这就我们更生的意义 我觉得上风向真的很棒 现在我到无所谓都开什么店了 我觉得什么样的店都可以 只要说好玩就行吧 也不一定都要这种很文创文艺的 反正每个人个人有个人的喜爱的 我现在好像心态更包容了 这条街活下去是真的 很熟 书屋这个位置我蛮喜欢的 这边能来能往的很生活 游线 你好 你好 你怎么做这件 拿一整书给她是吧 对啊 你都当往就拿给她 谢谢你啊 是从这边的 应该是记录了她一些事吧 坐在这边好放松啊 对啊 主要是坐在这边看一些人来人往 挺有意思的 还可以看她 对啊 还可以看她 不用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